好 农历青年就快到了 花莲县各乡镇市是纷纷开始进行年终大扫除的活动 凤林镇公所指出 如果民众有需要清洁队协助收运 废弃的家具、床垫等大型一般废弃物 需要在1月19号之前来预约 而凤林镇公所清洁队会在指定的时间进行清运 凤林镇公所将在春节前夕 开放民众预约清运大型的废家具 特别提醒凤林镇民 可以利用年终大扫除时 配合自动清理居家内外的环境 而大型垃圾的清运进行预约 凤林镇公所清洁队将会在指定的时间 协助凤林镇民、乡亲进行清运 从即日起一直到1月19日 每天早上我们就是接受预约 然后从1月22日到26日开始清运 然后这个所有的预约的一些所有的地点 所有的物品 我们就是会按照我们行车的路线 然后统一的来收集 然后让我们所有的百姓在过年期间 所有家具的清运 都能够来为各位清运大型的一个物品 凤林镇公所也呼吁乡亲 一起发挥社区参与的精神 共同清洁社区的路面、排水沟以及周围环境 并再次呼吁民众 在农历年前一起抓紧时间 进行年终的大扫除 用新气象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记者凌桀 凤林镇采访报道